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覺得我今天的妝特別素呢? 還有兩邊是不同的嗎? 因為今天就是大家等了很久很久的粉底review了 沒錯,現在我左右兩邊是用了不同的粉底 今天是會講五隻粉底review 所以一會兒我會換粉底 然後給大家看它立即上面的妝效 我是有用一點點眼底的遮瑕膏 因為我真的不能遮黑眼圈的 如果是粉底的話 但是就沒有放任何碎粉 沒有任何的胭脂 沒有任何的highlight 陰影 所有東西的了 我只化了一個超簡單的眼妝 畫了一條眉 因為一會兒真的要換 我也免得化那麼多 所以就比較素的見大家了 我左邊會用Gieland的小燈泡 右邊會用Jojo Armani的Power Fabric HIGH COVERA FOUNDATION BALM 那我逐個說 其實大家應該都看到 這邊面的光澤感是很強的 沒錯,這就是月圓全全來自這支粉底的光澤感 其實蠻漂亮的 它的妝效其實我自己就蠻喜歡的 其實精神上我自己就不是很想拍這條片的 因為呢,我的鼻子這裡脫皮了 我之前星期六那天本想拍 但是病得很厲害 那我就拍不了 整個weekend 但是如果我今天不拍呢 這個星期又出不了這條片 所以我逐著去拍呢 大家一會兒近看會看到 我的鼻子脫皮脫得很厲害 其實我的妝真的很簡陋 你會看到這個粉底呢 它的光澤感不算油光那麼厲害 一會兒有款韓國粉底 它的光澤感就真的強勁了 你看到我的鼻子雖然脫皮 但是它不會卡得很厲害 我覺得絕對可以接受的 而且它的遮瑕度我覺得是中間 它中上不到的了 因為我這些位置的濕疹印 我這裡略略加多了一層 其實都還未遮瑕 但是它平滑肌膚的能力 我覺得真的不錯的 我擠出來給大家看 它是看到它是奶油狀的 不會滴下來的 但是很creamy 推的話其實都很容易推 你會看到推下來 很少就已經推到很遠的地方了 真的很臭 它是有那種阿婆香水味 再混合一些塑膠味的臭味 它推出來的時候 會有一種滋潤感 它也是推銷自己的精華粉底 我覺得它真的做得到 那你說長效的保濕效果 我就覺得還未算 但是一天以來都不會覺得很乾的 但是你這樣摸的話 其實是有黏黏度的 所以其實用這個粉底 如果由現在這個天氣之後再用 是一定要上碎粉的了 但是它設定好之後 我覺得它是有融入到我的膚色 就沒有一上粉的時候 那麼明亮了 如果你說Full out一天的話 我覺得它的持久度都不錯 全天都不會說有很斑薄 脫妝脫皮的狀況都沒有 到我的右邊面 就是Jojo Amani的粉底霜 我在香港未能賣之前 就已經上網買了 好貴啊 520元 那Anyway 那這個呢 其實我覺得它的質地 就非常之神奇 那我給大家看了 如果有的人 可不可以告訴我 它的鏡頭是怎樣 撕這塊膠出來的 我用盡所有辦法 令到我的指甲已經斷了 我都還未撕到膠紙出來 那裡面就有點像Cushion 它有一個Cushion Pot 很髒 然後打開它 就會是Foundation Balm 來的 給大家看 你會覺得它 像一種蠟 那些蜜蠟的質地 那你用手指 去Warn Up它的時候 就會感覺到變成霜狀的感覺 那你一放上皮膚那裡 它又會蠟黑化為了一個粉狀 那跟我臉現在看起來一樣 它的光澤感 是有點像 眷面 或者絲霧面的感覺 不是強烈的光澤感 如果你沒有這個燈射著的話 其實簡直有點像霧面 那近一點給大家看 其實它的遮瑕度 是不錯的 你會看到 我的濕疹印其實都遮了很多 只是單靠這個Foundation Balm 但是 看到那些死皮嗎 真的卡到一個點的 這個Foundation Balm 我是很建議 那些臉沒有什麼瑕疵 不會有些粒粒粒粒粒 脫皮脫骨的東西 才可以用 那你臉是中性至混合性肌膚 就會更加適合的 說真的它在我臉上 其實都很乾 因為它一抹出來就變成粉 就有點像 那種Compact的感覺 所以它不是很適合乾性肌膚用的 我心裡更痛 因為真的很貴 買回來後 我真的覺得 不適合自己 那它呢 有一個非常好的好處 就是它的持久度 是非常好 你現在上妝這個效果 基本上一天內十六個小時 它都是這個效果 它完全沒有變任何色 它可以貼了那麼久 都是這個粉底色 我覺得它真的很厲害 我不知道它預料出油的情況 會不會變暗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不會說怎樣出油 但是你沒有我那麼乾 你臉其實很平滑很漂亮 只不過你想加一些質感 它這個是做得很好的 那我現在就先下了底妝 之後就會上這兩款的Exploran粉底 給大家看看它們的妝效 其實我有滑眼的話 掃眼也不是很噁心 對嗎 如果今天近鏡看到 我的眉是未修 今天是星期一 那我星期三會去修 所以下一支拍片呢 我的眉就會很漂亮 而且會沒有這些糊塑 那兩支都是Protailer Foundation的系列 一支是Bisilk 另一支是Glow 那其實這支是我今天 這麼多支粉底裡面 自己最喜歡的一支粉底 那它擠出來呢 你看到是非常之柔質 很薄的 你看到嗎 推得很開的 很白啊 對不對 小小啦 那推開了又不會說白得那麼厲害 我自己就喜歡用Cushion 去推這支粉底 剛才嬌藍那支呢 我就喜歡用Beauty Blender 那這個我覺得 如果用Beauty Blender 其實就吸了很多粉底 太薄了 所以我就會用Cushion 那另外這支 我會用Glow的這一支 那一樣呢 都是流質的 但是好像沒有剛才Bisilk那麼流 但沒什麼分別的了 它一樣也是很容易推開 但是就沒有剛才那支那麼薄的 它會有一點點滋潤感在這裡 那其實看得出的 真的是兩節色的 但是呢 它們這兩支粉底 都是可以隨著時間 慢慢調整一下 就會好一點的了 但是如果你說 加上一點點陰影啊 或者是深色的粉底 去blend開這個的塞位 那其實都可以的 我給你們一個近鏡 你看看 我這次沒有遮瑕眼圈了 我好難啊 你看看這個光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承受到這支光 除非你是很想化到寒妹那一種 但是我覺得香港的天氣呢 你說黏呢 它又沒有去到一個自己不舒服的那種 但是 是黏的 你看到頭髮都黏住了 但是這邊就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我都不知道它漂亮還是油 因為真的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接受到 而且男生是絕對不懂得欣賞的 而這邊呢 你會看到 別燒的這一種呢 它是有一個適當的光澤感在這裡 如果真人見 應該就不會看到這一道光那麼厲害 因為始終我有打燈 但是呢 你看下去呢 依然是皮膚很漂亮 很有光澤感的感覺 你會看到呢 其實他們修飾這個脫皮的位置 不差的 其實兩種呢 一看下去都知道你是下底妝的 不是扮第二種的那種 但是呢 這一種就會覺得 哇 你皮膚真的 本身好像不錯 而這一種就 真的是女生才會欣賞 沒有辦法 這件事 所以就看看你自己喜歡哪一種的妝效 兩款呢 其實都是很輕身的 你會看到剛才在手上試的時候 都知道是推得很薄很薄 所以呢 不要覺得它們的遮瑕度是低到爆 它們是可以製造 因為它的薄 所以你再加多兩三層呢 都不會覺得特別厚粉的 反而你看到其實 都遮得很好啊 我那些濕層印 這邊簡直是反光反都不見了 這些瑕疵 如果你問我持妝度 這一枝就一般了 因為呢 它這一種的質地呢 你基本上用指甲刮啊 抹抹啊 然後就很容易有斑薄的情況 所以它的持久度是比較低的 我想大陽四至五個小時左右 就真的要觸摸了 但是我自己試過這一枝 別燒的話呢 就真的可以一天 是有少少變暗 但是不會令你覺得 看著鏡子很灰啊 就沒有這種感覺的 現在到最後呢 就會是乾原度的這一枝 Aqua Foundation 超出名的 其實原本我是想買六支的 最後那枝會是Dior Forever那枝 但是 我在Counter試過 其實我知道那枝真的不適合自己 它實在是太清爽了 我沒理由要給四百元去買一枝 真的很清楚不適合自己的粉底 所以我的第六支呢 最後沒有買到 它就成為了我今季買的最後一枝了 它的質地是介乎於剛才Explorer和Gillard中間的 流質但是不算流得很快 它塗出來的時候呢 也都是有一種滋潤感 不會說很水亂 但是極度易推的 其實我本身自己呢 是一個不喜歡用手指化妝的人 但是呢 沒有辦法 這一款粉底呢 我發現最好上妝的方法呢 是用手指 是最美的 其實呢 用距離化妝呢 是底妝上得最快的 因為是用手指上 完全不需要用任何的工具 還有推得很均勻的 我沒試過有一支粉底呢 推的時候 是可以用手指推得那麼均勻 完全不會說一塊塊的 但是呢 我自己損失了 有點失誤的 大家看到了 我現在臉的顏色是深過頸子的 我真的沒有想過 日系的粉底的顏色 可以出得那麼深 我自己是用的 但是是我自己損失的 我選了一個比較深的顏色 因為我知道自己手上太多的粉底 都是給自己膚色淺 所以我就打算用來混色用的 首先說它的質地 我可以說 這麼多支粉底裡面 它的質地是令我最喜歡的 因為它又是一個比較水潤感 它上到來 你會看到它是有光澤感的 它絕對是做到日本人追求的 那種無瑕感 由底層透出來的光澤 一切都是很完美的 包括它的質地 上到臉的感覺 我現在沒有用任何水份 它不會太黏頭髮的 它脫掉出來的頭髮 它再設定好之後 就會更加清爽 但是不知道是否因為我選錯了顏色 一天以來 去到下班的時候 我看到一塊鏡子 我嚇了一跳 它是又黃又灰 現在也是的 你會看到它開始有氧化的效果 變了橙色 我近鏡給你們看 其實很漂亮的 它的膚質是做得很好 但是你看到嗎? 很橙啊 好啦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這五支粉底的review 不知道大家看完的時候 有什麼感覺 會不會你們都有用過 然後覺得和我的感受不同 都可以留言跟我說 或者是我燒著了你們 或者是幫你們幹貨 都可以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